学佛人,不要去钓鱼,果报惨烈,喧化上人,前世渔翁,今生哑巴,钓鱼人的惨烈果报。 黑色对话气泡中的眼睛接下来了一个哑巴,年三十六岁,身材矮小,但秉性尚称伶俐。 画笔自六岁以来,他便失去听觉和说话的机能,但自己学会写字,于是,他在纸上写,觉得耳朵和嘴巴处,有一扇门堵塞住,祈求上人为我加持。 说话者的侧影头像上人也毫不犹豫地告诉他,前生你是个鱼翁,专门用蚯蚓,小虾等胃耳,用尖锐的鱼钩,把这些小动物的身体蹂躏摧残。 当于鳖虾蚓等上钩或被亡捕时,你便用坚韧或碎时,割开他闷喉咙塞唇,使于鳖断气而亡,如逝者杀生无数,故今生受此果报。 画笔在旁的人一边以手势,或用纸笔,令哑巴明白。 他频频点头,会在上人跟前,眼里流露忏悔及可养之情。 说话者的侧影头像上人遂为他加持。 本来人只能听音声,乃是由外来的音波,传入耳骨受那器官,刺激神经纤维,耳地传到大脑皮层,成为耳时。 人讲话,先从咽喉处阵动声带,时有吐纳,一阳顿挫等差别音声。 话笔此人失聪阴雅,医学界固然无法想其病根,其实就是他素是残杀无量的冤孽,在那里拥塞,使他耳不能闻,口不能语。 说话者的侧影头像上人还不厌其烦地教他从一念到诗。 亚巴使尽力量,从嗓子底发出冥响,随助上人喊出声来,虽然发音未能完全准确,但音声很大。 说话者的侧影头像上人说,这人业障不清,且要看将来发展的情形。 目前也不可能忽然间就教他恢复讲话的机能。 最好天天练习,可看日后发展如何。 亚巴欣然理谢,临去时还依依不舍。 话笔悲哉,痛哉。 众生未贪一时口腹之美,竟狠心牺牲无数生命。 金石人是海鲜,单是每天餐馆内自杀的鱼虾游林,已多不胜数。 源头图丁更有好食鱼子者,则每次蛋吃千百亿条生命,难怪不少是海味的人,患上肠炎,肝癌,动脉硬化。 源头图丁近年来,因食海鲜而中拱,牵读者,日有所闻。 然是人尚不警觉,此是天理循环,杀人偿命的因果律理。 喧化上人,龙鸟,钓鱼会有什么果报? 出壳的小鸡金生不龙鸟,来生不作奸,你想一想,你把鸟装到龙子里,令它不自由,这个国家是自由的国家,你就叫畜生不自由,这也是不合乎国家的宪法。 令畜生不自由,最低限度是违背这个国家的宪法。 你违背宪法,把这只鸟关到龙子里,好像关到监狱里头一样。 这鸟就在那儿念咒了,说,果报,果报,果报。 那魔果报,果报,来生的果报就来了。 出壳的小鸡那只鸟这魔念咒,说,上帝,你说有果报。 为什么他把我放到龙子里头,这是怎么一回事? 就到玉皇大帝那儿,也就是天主那儿,去左写一张状子,右写一张,告状去。 写多了,好了。 天主一看,这个人是不公道,好了。 来生叫他也受这个果报了。 就坐到监狱里头去了。 所以说,金生不龙鸟,来生不坐监。 因为那鸟一天到晚念因果的报应经给上帝听,上帝也就要判断这个人来生去坐监狱。 鱼缸和鱼我记得不是金生, 但记得不知道多少生以前,我那时迷迷糊糊的,什么道理也不懂,看人家去钓鱼,我也去钓鱼,很欢喜钓鱼的。 把鱼线抛到水里,鱼一吃钓鱼饵,水面就出现一个圈,一个圈,钓鱼竿往上一挑,鱼就钓上来了。 你说怎么样啊? 以后再来生,就做要饭的,自己没有东西吃,拿住碗和人要饭去。 所以说,金生不钓鱼,来生不讨饭。 米饭要饭,这是很苦的一件事,尽向人家讨饭吃。 所以我们信佛的人,少钓一点鱼好。 说,那我少钓,一年钓一次,我是钓小鱼,不钓大鱼,这样好不好啊? 小鱼也是一条命,大鱼也是一条命,你钓一次也是杀生,你钓多也是杀生。 不过你钓的少,短的债少一点,钓的多,短的债多一点,你钓半斤,将来就要还八两。 编著,公路自大方广佛华严经贤首品浅室。 温泉,钓鱼人的现世残暴。 鱼缸和鱼钓鱼是极残忍的活动,是想,如果把尖锐的钓钩进入自己的嘴唇或体内,那种痛入心肺的感受,是任何人所无法承受的。 鱼缸和鱼然而有些人对于钓鱼却津津乐道,乐此不疲,甚至成立钓鱼俱乐部,说甚么钓鱼能逃野性情的谬论,这是毫无恻隐之心的话。 鱼缸和鱼临甲春是泰国政府的公务员,嗜好钓鱼,是钓鱼俱乐部会员,每逢假日乘船出海垂钓。 一边垂钓一边饮酒。 把钓到的新鲜活鱼,时时烧烤下酒,味道鲜美无比。 大家饮梅酒吃鲜鱼,享受人生快乐的时光。 鱼缸和鱼前几年,俱乐部伴得生气勃勃。 但是,自去年以来,原有三十多位会员,只剩下七、八人而已。 俱乐部死气沉沉,现在竟没有兴趣出海钓鱼了。 鱼缸和鱼即使像林甲春这个莫有家世,莫有宗教信仰,不信有因果的硬汉子,也提不起往日出海钓鱼的那股冲尽活力了。 这是因未连续发生了两桩不可思议的怪事。 一、钓鱼人被鱼沟内葬卡死。 鱼缸和鱼第一宗,发生在老会员阿班身上。 那天是星期日,阿班陪太太到内的向岳母祝寿。 鱼缸和鱼岳母家在当地是有名望的人,当天祝寿的宾客迎门。 宴席非常丰富,牛肉、猪肉、鲜鱼、鸡、鸭、应有尽有,任宾客怎么吃也吃不完。 鱼缸和鱼阿班试吃鱼肚腹和鱼的内脏,陷到燕桌上一条大鱼,大喜过望,莫有经过细嚼,就将鱼内脏大口地吞咽下去。 可是刚吞到喉间,便觉得喉咙被硬物卡住,忙用手指去拉,但是拉不出来。 就在吞不下去,拉不出来的刹那间,顿时呼吸困难,要喊叫以绝乏力。 鱼缸和鱼最先发现危急的情景,是坐在他对面的筋地,急忙过来扶住他,可是他两眼翻白,头部垂下,呼吸微弱。 大家立即扶他上车送医院抢救,但是却在半路上断了气。 鱼缸和鱼虽然人死了,医院例行要解剖检查死因,医生在喉咙里取出致命的鱼内脏。 就在这一刻,在场的医生,护士都吓得目瞪口呆,说不出话来,竟然有这种怪事。 鱼缸和鱼原来耿在阿斑喉间的鱼内脏里,有一枚鱼钩,钩住他喉部的上端,所以在危急的时候, 越是用力拉,鱼钩就钩得越紧。 鱼缸和鱼所有目睹这恐怖情景的亲友,就很自然地联想起阿斑嗜好钓鱼, 而且钓鱼的经验和技术令会员们所佩服, 在其他人钓不到鱼的时候,他则大有收获。 鱼缸和鱼这时看到他双眼翻白,嘴巴张得大大的,旁边放住一枚钓鱼钩,大家都不禁毛骨悚然, 不得不相信因果报应,如影随形,是如此千真万确地发生在阿斑的身上。 二、钓鱼人嘴变得像被鱼钩扯烂的样子。 鱼第二宗离奇的是, 会员杨比义是钓鱼能手,曾经参加比赛,连续获得二届冠军。 杨先生除了嗜好钓鱼外,喜爱电单车, 每天傍晚载住太太到郊外兜风。 鱼有一天晚上十一点,他参加完友人的丧事,骑驻机车返家。 这一段路即使闭上眼睛,也能驾车奔驶。 但是很奇怪,他看现前面忽然出现一条大河,是以前不曾陷过的。 鱼为了避免冲下河,急忙把时速120公里的车杀住, 只听怦然一声巨响,车子撞在路边的灯柱上。 等他醒来的时候,已经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。 鱼杨先生高速驾车所造成的车祸,虽属意外,本事不足为怪, 奇怪的是身体积触伤口很快愈合, 唯独嘴唇和口腔的伤势严重,全腹牙齿脱落,不能吃东西, 一个多月来,只能用胶管浆流至食物灌进喉里。 更奇怪的是上下唇的伤口,经医生缝了七次,都不能愈合。 鱼每次看似好了,拆线之后第二天,嘴唇又再溃烂肿起来。 鱼后来医生采用最先进的自融化血线来缝合, 七天后自融化血线融化了,但是嘴唇又烂肿起来, 主治医生束手无策。 鸡个月的折磨,痛苦不堪。 那张烂嘴巴,像似鱼嘴被鱼钩扯裂破烂一般模样。 鱼有一天,他的太太照常来探望他, 无意之间冲口而说, 你这张嘴巴,好像吃住吊钩的鱼嘴一样。 鱼这话触及杨先生的心灵, 荡头棒喝,良心发现, 回想起每次所钓的鱼, 都是扯裂了鱼嘴唇,撕烂了鱼口腔, 此时深有铜感,甚感内疚。 鱼鱼是在太太的陪同下, 备了鲜花香逐到佛寺, 对祝佛前呈下拜忏悔, 发誓从今以后不再钓鱼了。 说也奇怪,自这天后, 嘴唇渐渐地愈合, 不再烂肿, 只消一星期便出院。 鱼并且向会友们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, 劝说会友们不要再钓鱼。 从此钓鱼俱乐部的会员大简, 林春甲也好久默有出海钓鱼, 钓鱼俱乐部就这样自动解散了。 于当我们遭受果报的时候, 不要再怨天尤人了。 都是我们前世的造作, 今天您看到这篇文章, 请您发起菩提心改过自新吧。 温泉让我们关爱生活中的每一处, 广皆善缘, 必得上果。 把文章转发出去, 让更多人了解。 关爱生命, 感恩有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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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。